我們還是希望說要競選的人還是公開回應 那我現在看起來到現在為止只有傅崑崎有公開回應 其他的到現在也沒有公開回應 所以我們希望說凡是要選的人先表達他願意支持國會改革的意願 我們再決定說我們要支持哪一邊 如果都沒人回應呢 那有回應有回應的作法 不回應有不回應的作法 我們大概28還可以 接下來要進行國會的覆蓋選 包含藍綠都遞出橄欖枝 游錫坤表示說小黨當議長也是一種常態 然後另外國民黨奉魂齊散也揭建了國會改革 民眾黨目前支持誰 第一點我們在黃國昌有主導國會改革事項 有講出四樣 人事同意權 還有那個 那個 聽證審查權 還有一個是利益回避 利益回避規範 最後一樣是相關經費公開透明 我們還是希望說要選的 要競選的人還是公開回應 那我現在看起來到現在為止只有傅昆齊有公開回應 其他的到現在也沒有公開回應 所以我們希望說凡是要選人先表達他願意支持國會改革的意願 然後我們再決定說我們要支持哪一邊 但是傅昆齊他說國會改革是基層小草的期盼 他說國會改革是基層小草的期盼 他也提到很多次的小草 會覺得是在跟你們來拉票嗎 還是覺得說是他們國民黨內動會找你們這樣子 第一點喔 國民黨那個要怎麼推我們還是不曉得 當然我是主張還是要有那個什麼 初選的機制 免得還是盡量走民選機制 那個民主的機制出來 那對我們來講是 反正如果有人有支持我們的國會改革的意願 我們到時候再來處理 那個機種的那一小學生他下面說 被發現其實他不是參加造勢的活動 反而是心情不好路過而已 那會不會覺得好像有點被造謠或是被針對 目前台灣其實這樣啦 選舉結束以後 我看那個call in節目在罵我的也沒有減少 然後這個就是認知作戰 他常常有一個名嘴先說聽說嘛 然後再一連串這個已經 這也是我們現在目前台灣媒體的大問題嘛 就是這一種一條龍的你知道嗎 先有一個人說聽說 然後再變成新聞 其他再跟進 所以他開始造謠說我們在什麼校園 在什麼招黨員嘛 這個典型的認知作戰 那也沒辦法 這個只是說怎麼讓國民有更高的辨識能力 這個我們要去思考的 測試過去 第一點那個敏捷發布出去 我想是有可能的 就說但是沒有到全部發布出去 因為很清楚嘛 他的得票數還是比我的得票數高 因為那個地方是藍白河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是支持藍的 但是會投給他 但是不想投給我 所以那些人他就不想看他文哲的面子 所以他講的應該是有可能啦 但是不至於到全部啦 我想一二十percent的就有可能 今天喔 這個要找他回來是這樣啦 因為我們中央委員喔 雖然是可以主席指定 但是還是要想辦法走一個黨內的民主程序 所以我們還在 上個禮拜有提出來嘛 所以怎麼做 還是要中央委員會討論再看怎麼處理 你覺得怎麼看這個大陸國 賴清德同學 現在斷了這個內部 現在全處投放你也可能會斷招 這個現象是有預約的嗎 不是啦 中國大陸對台灣本來 這就這樣啦 兩岸關係本來就一直在緊張狀態下 那本來就預期說 如果賴清德當選 中國一定會出招 那當然是怎麼去降低目前兩岸的緊張關係 這恐怕是現在民進黨政府一個頭痛的題目 但是這樣啦 困難還是要想辦法 找蔡立委回來會不會擔心房間的關係 不會啦 我跟你講喔 我們這種小黨空間太大 意思就是說只要每個都往外發展 不是每天在裡面在競爭就沒有問題 往外發展 對我們來講 外面發展的空間太大了 有要偵測副主席的部分嗎 這個是這樣啦 我們有在考慮啦 但是後來發現 民眾黨的黨章裡面 沒有副主席這個部分 所以那個還要 我上個禮 上個 就這個禮拜我們開會 我有提出來問 但是這個還要 還要 還要送那個 就是說類似那個法務 法務的人員 還要再重新要 要認定 要怎麼走 所以起碼黨代表大會開過以後 才有辦法去修改黨方才能夠處理 有主義誰要來結合 這個是這樣啦 法令要先 要先有法才有辦法處理 主席大使 然後反應 做交換 這是也代表說 不會有所謂的綠白河 因為好像有說 可能會變成是 黃珊珊跟游錫坤來做搭配 所以這樣啦 還是那樣 我們還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踴躍的 呼應 台灣民眾黨對這種 國會改革的訴求 看看大家怎麼表示 最後幾天 我們民眾黨內還是演 會有一個黨內的民主機制 來決定我們要怎麼做 如果都沒人回應 那 有回應有回應的作法 不回應有不回應的作法 好了好了 我們看一下 大概28還可以 謝謝 我們在選完這個備贈下一次嗎 幫忙什麼部分嗎 他剛剛說的2吧 他剛剛說的2吧 他剛剛提到2吧 那我們先媒體 幫你 好 我們先動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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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謝謝 我們不要卡在出口 不要卡在出口 直接出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